我们在祢面前成为一个成全 完备毫无欠缺 主 感谢祢 主 我们当中 主啊 我们来仰望祢 主啊 求祢赐给我们 那真智慧 那属灵的智慧 好叫我们来辨别 什么样是祢所喜悦的 主啊 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 让我们来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 主啊 愿意来到祢面前 接受祢的医治 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 让我们知道主啊 哪些才是永久的 哪些只是暂时的 主啊 帮助我们能够抛开 那暂时的追寻 主啊 祢所赐给我们那永久 然后走向天国道路的 我主感谢祢 主 接下来主我们 求主祢光照我们 我们接下来要敬拜 主我们 我们不是沉迷于我们自己的能力 主帮助我们在 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主能够依靠着祢 主啊 祢真的帮助我们 在 在 在一起敬拜祢的时候 能够学习互相 互相的学习 互相的体会 互相的建造 哦 主啊 是的 主啊 尤其是我们的舌头上面 主啊 您说 舌头没有人能祝福 是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哦 是的 主 我们舌头上 是要来赞美祢的 主 祢赐给我们舌头 是要来赞美祢 是要来赞美祢的名 主啊 那些污秽的言语 都不应该 从头一个要赞美祢的舌头上出来 主 帮助我们 在我们 不好的话语 要从我们口中出去的时候 主 祢的圣灵就来帮我们拉住 主啊 叫我们 想起主 祢自己 想起主 祢的爱心 主 感谢祢 总 我们接下来 我们为我们 各堂会的 要服侍的弟兄姊妹来祷告 总 为我们的牧师 来祷告 为我们的牧师来向祢求 主啊 求祢保血 来遮盖我们的牧师 帮助我们的牧师 定睛在祢身上 牧师的主 帮助我们的牧师 和我们的主学的教师们 主啊 在传讲出您话语的时候 他们倚靠您的大能 主啊 他们 给他们智慧 给他们能力 好 让他们能够在我们当中 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 回归到主祢的面前 主 你帮助我们 牧师今天的讲的信息 主 这是一个powerful的信息 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信息 主 你要告诉我们 主 那要真得自由的信息 主 感谢祢 求主高摩我们牧师的话 高摩摩牧师的口 主啊 让他们讲出来话语 他们是大胆地讲 不具备地讲 因为那些话都是从祢那里来的 都是带着祢的能力 祢的胜利来的 主 感谢祢帮助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听的时候 主啊 我们就被扎心 主啊 这些话到了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深深地感受 主 祢的爱 主 祢的劝导 主 让我们 因为这些话语 主 我们 能够更 亲近祢 更不畏惧 我们的人生 主 感谢祢 主 我们 主啊 你说 我们祈求 祢就给我们 寻找就寻卷 后门就给你开门 主 我们当中 若有 还不认识祢的 主啊 今天听到这个信息 主啊 求主圣灵在他心中动工 主啊 让他们在心中 他们的受伤的心灵受到安慰 主啊 他们身体有疾病的 他们要得到医治 主啊 求主圣灵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敬拜当中的时候 我们都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主 接受主亲自的医治 不怕别人的眼光 我们靠着主的圣灵 勇敢地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 让我们就重新立志 重新与主连结 愿意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行的神迹奇事 得到完全的医治 感谢你 我们在这里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我们在这里祷告 哈利路亚 弟兄弟兄姊妹 你们都准备好了要来敬拜神吗 那我们一起敬拜祢 哈利路亚 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做王掌权 祂是道路真理生命 祂已战胜了所有的仇敌 反靠主耶稣的也要一同与祂得胜 你们相信你们可以一同与祂得胜吗 你们相信主耶稣的大人在你们身上有奇妙的作为吗 你们相信就一起跟我一起大声的来赞领祂好不好 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大人在楼上没有 事别受你的时候 耶稣赞全 不堪环境 只要全心来相信 耶稣赞全 他凡事都赞全 洪水泛滥的时候 洪水泛滥的时候 耶稣赞全 事别受你的时候 耶稣赞全 不堪环境 只要全心来相信 耶稣赞全 他凡事都赞全 高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勇着美和感谢 迎接每一天 高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赞全 在每一天 耶稣赞全 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你旁证说 耶稣每一天都赞全 洪水泛滥的时候 耶稣赞全 洪水泛滥的时候 耶稣赞全 不堪环境 只要全心来相信 耶稣赞全 他凡事都赞全 高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勇着美和感谢 迎接每一天 高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他赞全 在每一天 耶稣赞全 我们再一次洪水泛滥的时候 洪水泛滥的时候 耶稣赞全 不堪环境 只要全心来相信 耶稣赞全 他凡事都赞全 高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勇着美和感谢 迎接每一天 高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他赞全 在每一天 耶稣赞全 高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勇着美和感谢 迎接每一天 高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他赞全 在每一天 耶稣赞全 高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勇着美和感谢 迎接每一天 高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高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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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身 他唱全 在每一天 我们的身 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身 祂可以掌控一切 但祂也赐给我们自由 主啊 当祂给我们自由的时候 主啊 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要不要赞美祂 主啊 的确 我们生活上有很多的困难 但我们选择不管在什么环境上 我们都来赞美祢 我们来高居祢的名 我们高居祢的圣名 因为祢的圣名 主啊 帮助我们 哈喽 感谢祢 主啊 是祢带领我们 离开那罪恶 是祢带领我们 走进那丰盛的道路 主啊 我们愿意主啊 将我们的生命交在祢的手中 主啊 祢必领我们到那青草地上 祢必领我们到那完全的地 是祢是祢 领我出自意的有故事 是祢 带我进风生的道路 如今 祢领我生命的脚步 主耶稣是祢 祢带领我们的树 是你 让微信的照盼望 是你 叫万物负在你胶前 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我要举双手来敬拜 来降伏于你 叫我全人透露你爱的怀里 我要一生一世 尊重你生命 使我获出神的荣耀 是你 是你 带领我走死因的荣耀 是你 是你 领我走死因的荣耀 是你 是你 让微信的照盼望 是你 让微信的照盼望 在你胶前 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我要举双手来敬拜 来降伏于你 叫我全人透露你爱的怀里 我要一生一世 尊重你生命 使我获出神的荣耀 是你 你是我永远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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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善战 我要赞美你的 你是我生命的确局 我的确局 我要举双手来敬拜 来降伏于你 叫我全人透露你爱的怀里 我要一生一世 尊重你生命 使我获出神的荣耀 是你 使我获出神的荣耀 是你 使我获出神的荣耀 是你 使我乱出神的荣耀 让我们能不能一直 帮助我们 感谢你 这下一首歌 愿这些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 愿这些成为我们这人生当中 我们要面对的事实 我已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 我已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 我要赞美坚持的你 我已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 我已寂静的心来战胜我的巨像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 我要赞美这些道理 我们一首来 我已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 我已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 我要赞美坚持的你 我已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 我已寂静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 我要赞美坚持的你 我已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 我已寂静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 我要赞美坚持的你 我要赞美坚持的你 当我们靠着祂 我们便能够战胜 我们能够从百般的思念中 要得到那真正的大幸福 就是因为祂说 当我们的信心经过思念 就深忍耐 忍耐也当成功 当我们成全违背 毫无欠缺 祂也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 这些我们所遇到的事情 不会超过我们 所能担当的 因为祂总是给我们 我们能够担当的 祂也 祂的意念也超过我们的意念 有时候我们看为困难的 其实 在将来 我们在回头看的时候 发现那些 真的是我们宝贵的经历 那些是我们成长的经历 当我们真的是信靠主的时候 我们就不败 在害怕我们所经历的 任何一切 我们再来唱这首歌 我以喜乐的心 来面对我的环境 我以平安的心 来应对我的祝福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我要赞美 坚持到地 我以盼望的心 来面对我的失望 我以积极的心 来战胜我的沮丧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我要赞美 沉险到地 我以起了你心 来面对我的环境 来面对我的环境 我以平安的心 来应对我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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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我要感恩 沉险到地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必不去怕 靠着你的生命 你的一切永远不放弃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必不去怕 靠着你的生命 靠着你的生命 你的一切永远不放弃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必不去怕 生怕谁的相依 持生之荣 可送可为 是你心 我以心而的心 来面对我的环境 我以心安的心 来应对我的祝福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我要赞美坚持到地 我以盼望的心 来面对我的时光 我以积极的心 来赞成我的沮丧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我要感恩 沉写到地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我要感恩 沉写到地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我要感恩 沉写到地 弟兄姐妹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将荣耀归给你神 哈利路亚 阿们 弟兄姐妹 请坐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主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真是感谢你 主 你配得所有的荣耀赞美 你赐给我们生命 你更是将我们 从那黑暗的国度里面 带到爱子光明国度里面 那一位 主 你为我们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上面 谢谢你 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 主啊 我们恳求你 主 真是用你自己的爱 再次来充满浇灌你自己的孩子们 主 你看到我们 在深渊当中 我们在各样的困难当中 我们在各样的困难当中 恳求主你自己伸出手来 救助你自己的孩子 主啊 让我们再次看到盼望 主 让我们没有失去的盼望 甚至主我们活着 就是你自己美好的见证 主啊 让我们在困难 困苦当中 主啊 用感谢赞美 来到你的面前 主 恳求你伸出你自己大能的手 救助我们 主 我们感谢你 主 又让我们主所经历的 成为你自己美好的见证 主 在世人的面前 主 当我们今天聚集在你面前 敬拜赞美你的时候 恳求你就设立你自己的宝座 在你的孩子们当中 主啊 我们要赞美你 我们要敬拜你 因为你配得这些的敬拜 荣耀与赞美 直到永永远远 主啊 恳求你再来对我们说话 主 再一次来激励我们 主 让我们改变我们 让我们更像你自己的样式 主 成为你自己大能美好的见证仆人 主 我们恳求你 使用我们在每一个地方 都来述说你自己的美名 荣耀称重都归给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弟兄姐妹平安 好不好 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我们谢谢我们的敬拜赞美团队 来带我们来敬拜 感谢主 今天早上让我们来欢迎 第一次在我们当中 参加崇拜的新朋友 我这边有两位 有一位是叫做陈佩如 Belle 跟她的朋友 吴佩玄 Catherine 跟他们的小朋友 在我们当中可不可以 请你们起立 让我们来欢迎你 他们正在音控台的前面 他们也在和平台湖教会 来聚会 今天第一次到我们当中 就我们欢迎你 现在还有一个家庭 还有一个家庭是 Jenny 跟她的两个孩子 Aaron跟Athony 她们的妈妈是Susan 她们一个家庭在我们当中 可不可以请你们起立 刚刚在这边 好 这边我们欢迎你 Jenny Aaron跟Athony 还有一位 Semensa Semensa Wong Semensa Wong Semensa在这边 我们欢迎你 Semensa 不晓晓在我左手边这边 还没有第一次 在我们当中参加崇拜的新朋友 是 是 欢迎 怎么称呼 季万平 是 还有她的太太 Ena 我们欢迎你 他们夫妇 季先生夫妇 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你 是 还有 季晓 在我们当中 在我的右手边这边 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参加崇拜的 让我们来欢迎你 好不好 弟兄姐妹让我们 就从位置上都站起来 我们前后左右彼此来问候祝福 好吗 好 我们特别邀请你 那到我们的新朋友 他们的旁边来欢迎他们 这时候让我们来看 这个礼拜的报告事项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一同来关心 本周重要的事项 暑期短宣报告 台湾VBS及西海岸短宣队 预算目标为2万元 感谢主 我们现在已经收到奉献 近1万9千元 7月20日到8月2日 台湾西海岸短宣队 将前往大甲参与英文教学服事 请弟兄姐妹继续为短宣队 带导及奉献 支票抬头请写 EFCLA 请著名台湾短宣VBS 或是西海岸 幸福小组报告 第二期幸福小组训练会 将于8月18日 主日下午1点半到3点半 在中会堂举行 会中将告诉您幸福小组的理念 流程及如何做见证的方法 邀请所有幸福小组的同工参加 幸福新人营 于8月23周五晚上到8月24周六全天 在教会举行 欢迎在第一期幸福小组中 绝制或受洗的弟兄姐妹 幸福小组的同工或有心的弟兄姐妹参加 第二期的幸福小组将于9月1号到11月3日 举行为期十周 以上是本周讯息报告 更多详细内容请参阅周报 接下来让我们来一同带祷 为教会祷告 台湾西海岸的宫庙文化盛行 信族比例不到1% 请为今年参与西海岸短宣的300名台美两地的弟兄姐妹祷告 也为他们所接触的4000位中学生祷告 求神使用西海岸短宣 让当地的民众能够认识神 为自己祷告 请为叶淑淫师母 林富美长老娘 丁招生长老 曾文光福岛 张美龙师母 方舟团契的Dolly姐妹 得一致祷告 为身体有病痛的弟兄姐妹 得一致祷告 请为本教会雅歌团契 Jason成弟兄的母亲 于7月11日下午辞世 求主安慰他们全家人的心 我们的带导事项 做刚刚报告的也记载在我们周报上的第六页 让我们现在用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母主听我们的祷告 主我们想到在中国 主在湖南西北部山区那边的洪苗的人士 主大概不到一个不算的人认识你 主我们恳求你兴起你自己当仆人 主走到他们的当中 那个地方主交通不太方便 一直世世代代 主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认识你 主你恳求你来怜悯这个地方的人 主恳求你拆解你自己的仆人 在他们的当中来传扬你的福音 主我们也想到主再有一个礼拜 主我们的西海岸的短宣队就陆续启程 主你纪念 今年主台美两地 有300位的弟兄姐妹 他们要到那个地方来接触到4000位的中学生 恳求你自己的圣灵大能的工作 在他们的当中 主在那个地方不到1%的人认识你 主那是鼠银空气 在整个台湾地区最黑暗的地区 主我们恳求你伸出你的手来 主当他们走出去传讲的时候 就看到你自己大能的能力在那地方 主让那地方的孩子们 一个一个的来归向你 改变整个那个地方属灵的空气 主你的名宗将被高举 主你也纪念我们当中 身体有病痛的弟兄姐妹 恳求主你自己来怜悯你自己的孩子们 主医治他们到十分的完全 主我们如此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领受神的话语 今天早上西程牧师要从诗篇第116篇 给我们传讲 以感恩来胜过苦读 声音吗 OK 很高兴再一次 在主日的早晨 我们再来领受神的话语 在讲到之前 我们先要有几个事情 还要再报告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打开周报 我们的第五页的地方 有一个介绍 就是我们在今年的9月14号 有我们每一年一度的ABC大会 你说ABC大会是学英文吗 因为ABC吗 不是 是 它叫做Asses Bible Conference 当天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课程 除了有大会的讲员在这边从早上一直到下午 我们有不同的课程 有这个大会的讲员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信息之外 我们有邀请到非常多不同教会 或是不同教派的牧师或是学者或是神学生 或是在各不同的机构当中 他们专注在不同领域的这个information 或是关于圣经的 关于神学的 关于教母的 不同的领域的当中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心得 来跟我们分享这些不同的信息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来参加 好不好 我们就把9月14号那天星期六 从早上开始一直到下午 这整天的时间我们把时间留下来 我们一起来join在这个当中 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 我相信在这个当中 我们会有很深的得招 好像一个鼠林的饗宴 一个buffet一样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 你想听的 你想学习的 我们就一起来参加 好吗 9月14号 那我们刚才也有在报告当中 特别在8月18号 我们有下一季 这个第二期的 幸福小组的这个同工训练会 盼望我们如果第一期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参加 或是你第一期 你已经开始幸福小组 我盼望我们在第二期 我们再想想看 我们有哪一些人 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 还没有听过福音的 或是他们还没有接触过 基督教信仰的 我们邀请他一起参加 我们的幸福小组 我们用这个方式 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平台 盼望这是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学习怎么样来传福音 阿们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 诗篇116篇 我们最近一个月当中 我们都在分享诗篇的信息 从诗篇 从大概六月开始 我们从诗篇109篇开始 往牧师主力传道 我们一系列的 我们在讲诗篇 那在诗篇 为什么读诗篇呢 诗篇是什么 诗篇总共有150篇 那诗篇它可以说是一个 祷告的书 我们很多的祷告 我们都从诗篇的 这个经文里面 是我们跟诗人 他感受他在生命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状况的时候 他就用写下 他的心里面的话 就来向神祷告 请述他内心的那种感受 所以诗篇这句话 这个字的原意 它是说用乐器伴奏 所唱的圣诗 或所唱的诗歌 其实我们有个节目 叫诗篇就坐在前面 诗篇是一个非常美的词句 那内容有什么 内容包括祷告 祈求 赞美 也有讲到律法 讲到历史 讲到预言 讲到弥赛亚的预言 讲到神的启示 诗篇表达人对神的一个赞美 也表达人跟上帝的认识 或我们对神的回应 所以当我们在读诗篇 在整个150篇的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 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赞叹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 诗篇116篇当中 我们来思想 这一篇的诗篇 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或是人跟人的关系 有人说诗篇116篇是 西西家王所写的 也有人说是大魏王写的 其实这个上面没有著名 很简单来讲 他诗篇就是 讲到一个 发自内心深处 感受的一个见证 这篇诗篇里面有很多 跟别的诗篇不一样的地方 他这个我 我的 我要 这几个字 如果你手上有圣经 或是你打开你的手机 你有圣经 你可以打开诗篇116篇 这个我 我的 我要 在这一篇里面 总共出现了31次之多 那我会说 可能这个诗人 他很自我为中心 其实不是 当你读完了这篇诗篇以后 你发现 他是从他的内心 发出一个对神的一个感叹 他的见证 什么叫见证 我们最近这个 这个信仆教主 我们讲到如何做见证 有没有 什么叫见证 什么叫做见证 就是以前我是如何如何 可是当我遇见我的上帝 当我遇见主耶稣的时候 我的生命改变了 之后我的生命变成如何 这个叫做见证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 跟神的怜悯 遇见神 享受神的怜悯 神的恩典 经历神的大能以后 我就胜过我心中的愁苦 我想这是这个 这篇诗篇所要强调的 有一个弟兄 他就分享 他说 他在他公司里面 他有两个同事 这两个同事 常常不合 常常吵架 关系 因为业务上的关系 所以他们两个不合 那这个弟兄呢 他就想说 我想在他们当中 来做一个和事老 来做一个 帮他们和解 可是他不管怎么讲 这两边的人 都以为他是站在另一边的 都是帮另一边讲话 所以他变成 我们一句话说 猪八戒照镜子 怎么样 里外不是人 所以他的心中 也有很大的伤害 不知如何是好 有极大的愁苦 他就来到神面前祷告 我想我们在服事当中 或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 或是我们在职场上面 我们也常常遇见一些疲倦 倦怠 疲惫 我们说burn out 常常牧师说 要请你做什么 请你出来帮忙 叫 不要再找 牧师不要再找 我太累了 太忙了 如果你觉得服事是神给你的恩典 是神的爱 其实不管我们在忙碌 不管事情有多少 都不会觉得burn out 为什么会burn out 其实心中 为什么burn out的原因 是心中有一些的愁苦 有一些的苦毒 我们可能觉得 别人对我不公平 我们可能觉得 这个事情应该 我的意见是很好的意见 为什么没有人要听 为什么牧师一 什么事都要找我 我不想干 或是我觉得 我没有得到应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 哎 好累哦 不要做了 做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好像你记得 有个人叫马大 在心愿里面 有对姐妹 一个叫马大 一个叫玛利亚 他之所以埋怨 因为玛利亚 不是因为他太忙了 因为玛大很能干 对不对 耶稣请到家里面来吃饭 哇 一大群人 他们还要忙厨房的事情 再忙 他都能够handle 他之所以埋怨 不是因为他太忙 是因为怎么样 虽然看到的妹妹 玛利亚就做什么都不做 就坐在耶稣的脚前 听耶稣讲话 跑来跟耶稣抱怨说 主啊 你看 你妹妹什么都不干 心中的苦毒 我在这里忙进忙出的 可是她什么都不干 产生一个 心中的这种倦怠 情绪就爆发了 这种倦怨我们必须承认 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的当中 我们心中还是有一些的苦毒 但是我们必须回到上帝的面前来 我们这样摆脱那心中的苦涩 我们这样离开那个倦怠 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疲累 我说抱怨永远不能满足我们的心 我们只会抱怨 抱怨 再抱怨 抱怨永远不能满足我们的心 求神用祂的恩典 跟祂的赦免 来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就从诗篇116篇 这段的经文里面 我拿出几节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诗篇116篇 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 预备 来 他既向我侧耳 我要一声求告他 死亡的神所缠绕我 阴间的痛苦抓住我 我遭遇患难愁苦 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 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 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 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 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 当中讲了什么事情 在这里第一节讲到说 我爱耶和华 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他既向我侧耳 我要一声求告他 这里说我要一声求告他 什么叫一声求告他 就是当我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 我要随时随地 在我有声之年 我要来向他祷告 我要来求告我的耶和华 我不再靠我自己了 其实我们经历很多事情 我们常常先靠谁啊 先靠自己啊 对不对 事情来了 问题来了 困难来了 我们马上想想看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 有哪个律师比较厉害 哪一个医生 医术比较高明 哪一个管道比较有效 或是我用什么方法 可以马上解决掉我的困难 又快又好又便宜 有没有 其实社会上没有又快又好又便宜的 对不对 其实这些都是靠我自己 靠我们自己 我们常常讲到谦卑来寻求上帝的面 其实我们心中有很多的苦涩 有苦毒 这个源头在哪里 苦毒的根源 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骄傲 不是我对别人的骄傲 是我自己的骄傲 我就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 主我你来帮助我 这些小事我自己来就好了 我大肆再来向你祷告 我们总以为我们的意见 应该是最好的意见 听我的就没有错了 教会听我的就没错 公司听我的就没错 家里面听我的就没错 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 你们都不重视我 以至于我们自己心中产生了一些苦毒 这真是我们陷在一个苦涩当中的原因 这里经文讲到说 我爱耶和华 因为他听见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反过来说怎么讲 我不爱耶和华 因为我祷告好久了 上帝都不回应 他都不听我的声音跟恳求 我求了这么久 上帝都没有向我侧耳 这一句话有两个反面的意思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 我们爱上帝是因为他已经回应了我的祷告吗 上帝你回应我的祷告我才爱你 如果他没有回应 然后回应了 哇我的上帝好真实 如果没有回应 这个上帝马马虎虎 马马爹 这个上帝不灵验 其实我不再讲祷告神学 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太多次了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 求也得不着是因为忘求 常常我们不是凭着信心 在呼求我们的上帝 我们常常使用我们自己的意念 我们想要的东西来跟上帝呼求 而不是上帝的心意 我们把上帝当成一个偶像 当成一个好像 比如有人去庙里面拜拜 你一定要吃我这个吃我那个 我们千万不要把上帝当成偶像 来崇拜 我常常讲 祷告是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 听神的声音 他这里说 我要耶和华 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 和我的恳求 并不是说你祷告的时候 忽然听到上帝跟你讲一句话 其实不是的 而是我们应该对上帝 有一个认识 有一个领受的一个心态 他向我们启示借着圣经 借着神的话 向我们启示的一个心态 不要让那个强烈祈求的心愿 来代替了上帝的真实 今天我们若是很谦卑 回转到神的面前 我们祷告的时候 说主啊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我们才会发现 这个是好像 圣经里面所讲的 他说耶和华 是有恩惠 有公义 以怜悯为怀 所以祷告是谦卑地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第一个 先学习听神的声音 我们看到神要对我们说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神的恩典 我们需要神的怜悯 当我们一切的认知 我们知道一切的恩典 都是出于神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再想自己 上帝你要给我这个 你要给我那个 我们也没有觉得什么 是自己可以骄傲可夸的 就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一切是出于神的恩典 神的怜悯 我们才懂得 神这样接纳我们 我们也如何来接纳 那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第一个 谦卑来到神的面前 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永远选择来信靠 我们请念第七节跟第八节 一起来 在这一段经文 七节到八节当中 有两句话 第一句是对自己的勉励 新约里面也常常用 这样的一个话语来引用 他说 你的心要人归安乐 安乐有两个意思 其实很简单 看字面就知道了 一个是 安是什么 平安 乐呢 喜乐 我们的心真的觉得安乐吗 教学们 活在这个世上 特别活在这个 美国的环境当中 就是我的心仍然 安乐吗 当我们面对人生 很多困境的时候 好像第三节里面讲的 第三节讲什么 第三节说 死亡的绳索缠绕我 阴间的痛苦抓住我 我遭遇患难愁苦 我们面对极大的困难 愁苦的时候 谁能知道呢 就算教会这种姐妹知道 就是我的亲戚家里面的人知道了 他们也愿意陪伴 但最终那些苦难 我们还是要自己来面对不是吗 特别健康出了问题 他就说死亡的绳索环绕我 阴间的痛苦抓住我 我遭遇患难愁苦 弟兄姐妹你有安乐吗 恐怕很难 特别生病了 很痛了 很多弟兄姐妹都来安慰我们 但是那个痛我们还是自己要承受 不是吗 我没有办法代替你痛 我只能为你祷告 不是吗 有时候我们心中就有一个疑问 上帝啊 你听见我的祷告吗 上帝啊 你在哪里呢 有一个见证讲到在Washington DC 有一个教会叫做National Community Church 这个教会的创造牧师叫Mark Patterson 在1996年他开始出来池塘 他应该设立一个教会的时候 他在早来早去找到Union Station 有一个不用的电影院 他就把这个电影院租下来 就用电影院来做 来那里祝日崇拜 非常好 人慢慢越来越多 可是他没有 因为他租了一个电影院 他没有办公室 怎么办 只要用他自己家里面 他的家其实也小小的就两房一厅 所以他把一个房间挪出来 做他的办公室 刚开始的时候 他勉强还过得去 可是第二年 当他的女儿出生的时候 哇 怎么办 这个房间要留给这个小baby来用 白天还必须当做办公室 所以晚上就回家 把这个婴儿床把它装起来 第二天早上婴儿床再拆开 然后就变为办公室 哇 这样折腾来折腾去 想说这样也不是办法 所以教会的长子们 就想说我们要找一个 可以真正作为办公室的地方 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 一个月以后 他们在距离教会 大概五米的地方 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办公室 想说明天我们就 就带几个人去 我们就跟他签约 把这个办公室租下来 这天好好当当一群人就去到那里 没想到 那个屋主就说 很抱歉 这个办公室 昨天已经被人家租走了 哇 他们就很灰心 怎么办 只好用力地祷告再祷告 过不久以后 一个礼拜以后 他们在离教会 三麦的地方 又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办公室 比原来更大 而且更便宜 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了 再准备准备 明天再去租那个办公室 结果呢 好好当当一群人又去了 去到那个地方 很抱歉 昨天被人家租走了 怎么办 心中非常的愁苦 特别这个马克牧师 他觉得怎么会这样 上帝你不听我们的祷告吗 我们还要继续寻求吗 我们还要继续祷告吗 上帝都不听啊 你看两次都失败了 为什么上帝没有回应呢 在那一个主日早晨 做完礼拜之后 他的心情非常 就是很低落到的谷底 然后我出去走一走 走路回家 让他走出他们的教会 就是这个电影院 走出去不到50尺的地方 他就看见外面挂了一个牌子 写业务出租 下面写了一个名字 他一看这是一年以前 他曾经找过这个owner 找过这个屋主 他想要租他的办公室 租他的这个地方 这个property 可是那个屋主那时候 一年前跟他讲说 我们这个property是要卖的 我们不租 只卖不租 他赶快打电话 找那个owner 跟那个agent 只有当电话一打过去 这个屋主打接起来 他就说 这个Mark牧师说 某某人你知道 你还记得吗 一年前我是某某教会的 这个Mark Patterson牧师 我看见你们 他话还没有讲完的时候 这个屋主马上跟他说 我正想找你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房子在这里 你放了一年都卖不掉 我只想问问你们要不要住 这个Mark 他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 当他听完这样一句话的时候 他说 Only God can do it 就在离他们的教会外面 走出去不到五十指的地方 神早就预备一个地方在那里了 只有我们的神 能够给我们的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当中 我们遇见很多的事情 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 包括我们的家庭 婚姻 包括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服事 我们的情绪 都是一样 我们心中常常有一个极大的无力感 常问为什么 好像我们的祷告是一个 unanswered prayer 没有回应的祷告 祷告也祷告了 可是我们觉得上帝总是叫做默然不语 有没有 弟兄姐妹你有这种感觉吗 以至于我们面对各样的人生的挣扎 面对人生各样的一个困难 有时候我们的心就渐渐就冷淡了 退后了 但是当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愿意来坚持信靠祂 坚持向祂祷告 这样的坚持会把我们从那样的苦毒的当中 把我们释放出来 我们就能够体会神更奇妙的恩典 就像这里第八节所讲的 我们刚才讲第三节讲什么 是这样你的三句话 死亡的绳索 缠绕我 抓住我 我遭遇到痛苦 可是到第八节 大家说什么 我们来念第八节 第八节说什么 主啊 你救我的命 免得死亡 救我的眼 免得流泪 救我的脚 免得跌倒 我们经历到耶和华石 有恩惠 有慈爱和拯救 即使面临许多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仍然能够 刚才所讲的 我们回归到那个安乐的里面 什么叫归 归就是回转的意思 我的心要人归安乐 不断地在艰难当中 我们就看见神 其实已经为我们开了前面的道路 所以是第二点 我们要永远选择来信靠他 第三个 要为伤害你的人来祷告 我们来念十一节到十三节 一起来 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称阳 耶和华 在这里讲什么呢 作者要表达他心中的一个愁苦 他所受到的伤害 他说我曾急促地说 人都是什么 说谎什么意思呢 这些人他们都是要害我的 这些人常常逼迫我 我怎样胜过心中的创伤呢 可是我们面对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环境 常常有很多时候 会落入一个愁苦的当中 这些人是说谎的意思 就是这人都是欺骗者 逼迫我的人 你可能认识这个人 他叫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 他是这个Settleback Church 马鞍峰教会的主任牧师 他曾经讲过一个见证 他说在他大学的时候 他有一个同学 特别喜欢捉弄他 找他的麻烦 所以他每次看到他 远远从那里来 他就赶快能闪就闪 就要避开他 那个人太麻烦了 但是有一天他临修的时候 他就读到 有没有手书 四上二节有一个经文 他说要用爱心互相宽容 他说这一句话 好像一只箭一样 插入他的心中 当天晚上他就祷告 他说上帝啊 明天帮助我 我要爱这个人 我不是永远爱他 我只要明天爱他就好了 我不是要永远爱他 他就又说 如果这个家伙呢 他激怒我 他捉弄我 能让我更像基督的话 你帮助我 教导我忍耐 因为他激怒我 让我能够更像你 那你就让他激怒我吧 他其实说他做这个祷告 他很后悔 他不应该做这样的祷告 他既然祷告就祷告完了 第二天他就去学校上课 一整天都没有遇见这个人 心里面非常的开心 太好了 上帝啊 你让我这样学习忍耐 太好了 一天就这样的过去了 然后那天晚上 当他进到cafetira里面吃饭 进到食堂里面吃饭的时候 他坐在那里吃饭 忍不妨 那个家伙就从旁边的侧门走进来 他一看到他整个人头皮发麻 对不对 然后这个人走到Rick前面 他就说 Hey Rick 一天都没有见到你耶 真开心 现在让我终于碰到你了 他就把他手上拿的spaghetti 跟他的可乐 就倒在Rick的身上 他要看看这个Rick 要怎么样起来跟他打一架 还是怎么样跟他吵架 整个cafetira里面的人都在看 看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结果怎么样 Rick说 在这个时候 他的心中充满了仁爱 喜乐跟和平 为什么 因为我一整天都在为这个人祷告 其实不是为这个人祷告 是为他自己祷告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 他怎么反应 他就站起来 那个人 准备要跟他打架了 他就讲一句话 Praise the Lord 赞美我的神 那个人就愣在那边 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就 走掉了 Rick做了一个结论 他说 如果你学会在每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 来赞美神的时候 你会足处一道赞美的墙 围绕你的人生 甚至连恶者也没有办法来攻击你 Amen 所以这里经文的意思 虽然有人要害我 有人要逼迫我 那些人都是说谎的人 但是13节 我们再来念13节 13节怎么说呢 我要 举起救恩的杯 撑阳夜花的名 然后在福音五章四节 告诉我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他逼迫你们的祷告 你说上帝啊 这句话太难了 谁可以这样做得到呢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怎么能够爱我们的仇敌 如果我能爱我的仇敌 他就不是我的仇敌 不是吗 这句话有点矛盾 对不对 怎么能够爱仇敌呢 不能啊 可是耶稣在这里 给我们一个教导 要怎么爱仇敌 爱仇敌有一个办法 是什么 为逼迫你的人怎么样 祷告 所以我就明白一件事情 原来爱不是一个感觉而已 因为这个人很可爱 这个人很好 这个是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的妻子 我的先生 我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很爱他们 很多爱的行动 其实更深一层的意义 是当我们愿意 顺服在神的里面 顺服神的行动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是一个爱的行动 但是其实在你的内心里面 当你愿意来顺服神的时候 我们生命通通常也是这样 我从来没有说爱是一种感觉 你才愿意去付出 爱是一种愿意选择来顺服神 你所表现出来的人家所看见的 就是那爱的行动 主耶稣洗礼择 你所表现于特色 能记得另外有一个故事吗 《使徒新传》里面当尸体反 被那些犹太公会的人 他们把他抓去 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时候 他在死以前 他讲了一句话说 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到他们的身上 讲了这话他就睡了 就是他就死了 圣经里面告诉我 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 就站在他的旁边 我相信他也听到这样子的话 有谁能在死以前 讲这样的话呢 弟兄姐妹 未逼迫你的人祷告 这是一种顺服神的行动 回到刚才的一节说 我曾急促地说 人都是说谎的 其实后面十二十三节 没有继续在那里 又骂又叫又 complain 没有 意思说有许多人要加害于我 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 我心中有极大的愁苦 有极大的苦毒 但是一旦我们愿意顺服神 来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 十三节 再一次他说 我要举起旧恩的杯 来撑养野花的米 我们愿意顺服神 为那些逼迫 为那些敌对我们的人 来祷告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胜过心中的愁苦了 胜过心中的创伤了 我们说let go 就是我们已经放下了 我们放下我们的坚持 放下我们的想法 放下我们的做法 let god 让上帝按着他的旨意来成全 所以当我们愿意let go let god的时候 愿意让上帝来掌权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胜过心中 环境各样的事情 带来给我们的愁苦跟愁烦 罗马书十二章也讲到说 我们来念罗马书十二章 一起来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说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这里主告诉我们说 不要为自己伸冤 谁为你伸冤 我们的主为我们伸冤 十八节说 若是能行 总是尽力与众人和睦 有时候真的事情 没有办法解决 两个人吵架 没有办法解决 怎么办 只好交托给神 保罗说 若是能行 什么叫若是能行 意思说 如果事情还能够解决的话 事情还能够解决的话 就尽力与众人和睦 什么叫尽力 我们就是采取一个主动的态度 采取主动的态度 来寻求和睦 不是做真的 等别人来跟你和好 有时候 那教会当中遇到 有人两个弟兄 或是姐妹吵架 牧师长老去劝和 只有两方都说 好啊 和啊 他来先跟我道歉 我就跟他和好 有没有这种事 有啊 不是 在这边告诉我们 要主动寻求和睦 当我们主动寻求和睦的时候 神的爱就在我们的心中 就彰显出来了 主动寻求和睦的时候 那个神的爱就先在你的心里 就涌流出来了 我们的心里就得到释放了 不是吗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还在那个苦毒 还在那个痛苦 愤愤不平的光景当中吗 我们的祷告 还是像第三节说 死亡的神所缠绕我 阴间的痛苦抓住我 我遭遇苦难的臭苦吗 可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或是昨天才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们的心中还被那些苦毒捆绑吗 没有办法得到自由吗 今天在诗篇166篇当中的经文 给我们学习 到三件事我们一起来复习 第一个要怎么样 谦卑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愿意谦卑自己 说主是 你就是我成就 一切的事情 我不再靠自己了 第二个 我们永远选择来信靠他 不是神 不是我的主 回应了我的祷告 我才信靠他 就算我眼前遇见难过的光景 我仍然信靠他 第三个 来 要 为伤害你的人来祷告 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 做感动的工作 让他医治我们的创伤 饶恕我们的罪恶 好让我们再一次说 刚才那些经文说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撑养耶和华的名 我们就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平安跟喜乐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 主我们能够爱 因为你已经先爱了我们 当我们看见我们 原是这样的不配 但是主 你竟然这样的爱我们 你拣选我们 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主啊 在我一生当中 求你来引导我 帮助我 今天在早上 能够将你的恩典 浇灌在我们的中间 若是今天 有弟兄姐妹 仍然活在苦毒 怨恨害怕的当中 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们 求人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 我要宣告说 主啊 你是有恩惠 有公义 而且有怜悯 的上帝 让我们真的顺服 在你的旨意当中 也为伤害我们的人来祷告 你的爱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 那最大的喜乐 你的爱也在我们上面当中 能够涌流出来 谢谢你 主啊 我们也要借着奉献 来到你的面前 主你这样的 供应我们的需要 让我们能够 满足我们的生活 主我们如今也要 还限在你的面前 求你让这些金钱 成为你的圣工所用 谢谢主 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来求 Amen 好不好 我们就用这首诗歌 我们来回应今天 我们的主 所对你所说的话 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过去我曾经失落 过去我曾经失败 过去我曾经在一个破碎的当中 但是如今因为我 认识了神 我的生命得以完全 得到自由跟世保 我渴望更多的找你 甘咳的心再次满意 我渴望更多经历你 出去软弱重新站立 今天我要遇见你 我的生命不再停留 尝试面对自己 接受十八位更新 好不好 你会进站 从不随到自由 尽力一致和真平安 好写说立的约 成的羞辱 换来喜乐 从破水到自由 重新点解在主爱里 尽力一致和真平安 我渴望更多的找你 我渴望更多的找你 我渴望更多经历你 我渴望更多经历你 出去软弱重新站立 出去软弱重新站立 今天我要遇见你 尽力我要遇见你 尽力我的生命就不再停留 尽力一致和真平安 从破水到自由 尽力一致和真平安 尽力一致和真平安 说祢的愿 春丹羞辱 换来其乐 从苦水到自由 重新连接在主爱里 极致的爱和恩典 允许主不在前行 当音乐继续的时候 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 闭上我们的眼睛 因为我们自己知道 心里有愁谱的 我们现在正面对 那仇苦的环境的 弟兄姐妹们 好不好我们再次 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弟兄姐妹 可能我们在软弱的当中 我们在仇烦的当中 我们在许多不平的当中 今天这章 让我们再次敞开 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容许神的爱来围绕我们 来保保我们 来浇灌我们 我们要向神祷告说 主啊我不容许 我们自己活在 那个仇苦的当中 主啊我不要再活在 那个烦恼 沮丧压力 世上的当中 主啊求祢帮助我 今天祢的话语 这个诗篇 成为我的祷告 我的心啊 祢要人归安乐 因为主啊 祢用厚恩带我 主啊祢已经解开 我心中的捆锁了 主啊我就愿意来 依靠祢 主就愿意来选择 饶恕 主啊我也愿意选择 饶恕 那伤害我的人 主 祢就是那医治 最大的医生 主 祢让我的心灵得到 四棒 主今天早上 主让祢的喜乐 祢的平安 重新涌流 在我每一个人的当中 主啊谢谢祢 只因为我知道祢是 那位掌管天地万有的神 祢的好处都不在我以外 谢谢主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从破碎到自由 从破碎到自由 祢的好处都不在我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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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祢的好处都不在我以外 祢是祢是祢是 祢是祢是 我们现在领受 从天上来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丰富富的怜悯与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迟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把一切最大的荣耀 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 阿路亚 赞美主 今天早晨的敬拜就到这个地方结束 愿神赐福大家 好不好也跟我们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 我们再一次说愿神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